我觉得还是在不断的学习中 我觉得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在媒体观众的眼中 田径优雅的刘诗诗 能够从一堆性感魅惑的美女群当中脱颖而出 实在不容易 放眼娱乐圈出到八年的刘诗诗 连个绯闻的对象都没有 更是少见 透过专访我们近距离观察 觉得她就像是个邻家女孩 而她却自称很野蛮 能够一片爆红 她是幸运的 也祝福她的演艺之路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